2023年11月,比利时公主李然回到中国省的热搜,爆发了个大平台,很多中国人都很惊讶,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比利时有一个中国公主,这是李然和比利时王子结婚的第13年,曾经,比利时王子力排众议,娶了还是打工妹的李然,网友们不禁要问,这两个看似扒杆子打不过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? 从打工妹反击成公主,李然是怎么做到的?在大多数人眼里,李然是个幸运,如果她不幸嫁给比利时王子,没有人应该知道她的名字,事实上,李然之所以出名,是因为她嫁给了王子,但从她的简历来看,即使她不嫁给王子,她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李然出生在广东梅州,是客家人,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虽然李然是个女孩,但她的父母非常关心她,在他们看来,孩子的成绩不能决定一切,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。 在这种观念下,李然有一个幸福完整的童年,没有打骂苛责,没有过度溺爱,父母为她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。 在父母眼里,李然聪明懂事,从不需要他们多麻烦,在老师眼里,李然学习优秀,团结同学,是他们最喜欢的学生。 在同学眼里,李然活泼大方,体贴,相处得很好,高一的时候,李然自建当班长,成功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老师们的赏识,她真的很认真的为大家想办法,我们都愿意和她合作。 当记者采访李然的前同学时,有人告诉记者,我以前很羡慕她,因为她是那种平时看起来不努力,成绩一直在全班甚至一年级的人,而这样的学霸,平时很低调。 有一次,在音乐课上,李然在课前看到钢琴时,即兴演奏了一段时间,后来,一位朋友私下问李然,她知道她已经拿到了钢琴实际证书,但她从未炫耀过自己的钢琴水平。 后来,李然上了重点班,经过不懈的努力,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,主修金融,她还获得了双学位,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。 毕业后,对自己的生活有明确规划的李然选择出国留学,她想看到更多的世界,看看世界有多大,很快。 李然获得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资格,这是法国顶尖大学,并获得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,如居里夫妇和巴诺西。 虽然巴黎的风景很美,但李然并没有停下来,在索邦大学学习期间,李然在巴黎高等管理学院攻读MBA。 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计划,加入奢侈品牌,成为一个除贵姐妹,依靠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也许有些人不明白,以李然的学历做贵姐,不是浪费人才吗? 但事实是,奢侈品牌的柜台销售要求确实很高,学历,外语,外貌,性格等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。 这份工作的前景也很好,不仅薪水可观,而且有机会认识许多社会名人。 这对女孩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,在巴黎学习两年后,李然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,她如愿拿到毕业证书,准备去知名品牌计划西实习,开始贵姐,生涯。 但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,生命中的那个她悄然出现了,公平地说,李然不是一个第一眼美女,但她又高又高,温柔开朗,经常笑,这引起了许多异性的注意。 上高中的时候,有男生向李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,但李然以学习为由拒绝了。 后来上了大学,李然遇到了很多追求者,她都不同意。 在李然看来,追求她的男人要么幼稚,要么性格不合,很少有人能与她产生共鸣。 另外,她对爱情没有那么向往,所以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。 而这一切,在她成为巴黎的贵姐后,很快就被打破了。 在季范西实习一年后,李然先后前往巴黎世家和Fendi,凭借出色的口才和有感染力的微笑,她的表现一直很好。 2009年5月的一天,月老来了,当时,李然像往常一样在店里招待顾客,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产品。 一个男人的出现吸引了她的注意。 这名男子自称是一名设计师,想做一项研究,问李然是否有空,接待客户后,李然愿意帮忙,并专业地向该男子介绍商店的产品,并帮助她完成了研究。 在聊天的过程中,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和自己聊得很好,相处的过程也很轻松,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 最后,男子邀请李然,李小姐,你能交换联系方式吗?下次我们可以继续交谈。 李然没有拒绝,因为她很久没有遇到这样一个爱上自己的人了,但当她熟悉这个男人时,她知道对方不仅是一个设计师,也是比利时的查尔斯王子。 当她第一次得知查尔斯的身份时,李然仍然很克制,但很快她意识到,无论查尔斯是否是王子,都不会影响她对她的印象。 查尔斯王子非常欣赏李然的洒脱和开朗,她一见钟情李然。 查尔斯王子作为比利时王室的一员,并不是一个堕落的贵族,她努力工作,有自己的追求和事业,亚洲女性查尔斯王子见多了。 但像李然这样吸引她的是第一个,因此,在遇到她后,查尔斯迫不及待地想追求她。 在查尔斯王子的追求下,李然也成了她的女朋友,他们恋爱近两年,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,越是相处。 查尔斯王子越觉得自己离不开李然,心里就有结婚的打算,李然对查尔斯也很满意,认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好丈夫。 但现实问题摆在两个人面前,李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,她们的婚姻真的能成功吗? 一开始,没有多少人对查尔斯王子和李然的婚姻持六观态度,这两个人有不同的肤色,种族和信仰,恋爱期过后,还有什么能支持她们在一起呢? 双方的亲戚朋友也好言相劝。 但查尔斯王子和李然都有坚定的想法。 她们相信对方是她们一生所爱的,她们决定结婚,2010年11月20日,李然和查尔斯王子的婚礼如期举行。 由于她们的信仰不同,婚礼上没有复杂的仪式,这正好符合李然的心意,如果有什么婚礼,那她就真的有点尴尬了。 在婚礼上,李然没有穿婚纱,而是穿了一件白色外套,非常不同。 当她感谢查尔斯王子的客人时,她戴着王冠和红色连衣裙,看起来像一对穿着王子的不朽夫妇。 李然成为比利时第一个亚洲公主,也是继丹麦公主文雅丽之后又一个有中国血统的亚洲公主。 婚后,李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她的言行有着公众的影响,原来的贵姐,生涯结束了。 她受到了知名品牌Christian的欢迎,迪奥邀请当主管,与以前完全不同。 与此同时,李然每年都要参加一些贵妇名园的聚会,还要忙着拍杂志封面,忙得不可开交。 当她闲着的时候,她就有了回国的打算,这么多年离开故土。 她有些想家,查尔斯王子对中国也很好奇,决定和妻子一起来中国。 所以她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,在妻子的影响下,查尔斯王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与她一起参加了许多文化活动。 王子公主的到来,让很多人感到受宠落惊,但我不得不说她们太低调了,她们不仅言语随和,而且穿着休闲的衣服。 她们根本看不出自己是欧洲王室,结婚两年后,李然生下了小王子阿玛德奥。 值得一提的是,阿玛德奥会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,因为查尔斯王子的哥哥只有一个女儿,在很小的时候就注定是不平凡的。 李然不是一个喜欢排场的人,夫妻俩都很低调,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新闻。 2023年,李然回老家梅州省亲,不经意间引起了轰动,也不是她的初衷。 这次回到家乡,李然回到母校,遇到了以前教过她的老师,她认真地鞠躬道谢,没有老师们的心情培养,现在就不会有我了。 在学校的邀请下,李然为弟弟妹妹们发表了演讲,向她们传达了她们的学习经验,希望她们都能成为人才。 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,作为著名的比利时公主,李然值得尊敬。 但她的行为也引起了网民的讨论,一些网民认为,她能教什么经验,教孩子们如何成为公主。 有人认为,无论如何,李然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功女性,为什么不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呢? 尽管外界纷扰,但李然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,她依然洒脱淡然,就像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一样。 现在很多人梦想遇见公主或王子,但如果我们一直站在原地,只有浪费时间, 只有一路前进,不断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,我们才能遇到适合我们的另一半,你觉得怎么样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